哈喽大家好,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10月25号2023年 所以今天马股有一点的动力 有起了6点 这个KLCI 最重要今天有几个 几个炒股,突然间起飞 一个就是SALUT,一个就是SSDU 还有一个AX 跟Capital A有反弹 所以我们要进去看一看到底 这些 炒股,动力股 有没有机会可以搭上车 可以上船,看一下先 看一下有没有危险先,最重要 最重要要保护自己先 不要什么车都去搭 什么海盗的船都去搭 要搭一个好的船 最重要 你要看清楚 首先我们看看免责生命先 还有一个新闻就是 美国 Microsoft Alphabet就是Google Google 它的 它的叫什么 总公司 它叫Alphabet Google 集团里面最大 就是Alphabet 它的报告出来 它的收入两个都不错 有进步,高于一期 但是Google 跌了点,Microsoft就很好 因为它的这个云端 Club的这个收入很好 但是Google 它的Club的这个收入就没有降好 所以它有跌了一点 不过 很多公司 报约记出来都是好的 都是偏 偏乐观 偏乐观的方向 OK,我们看看免责生命先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 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 报导、研究、分析、价格 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 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 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有一样东西要你们帮忙一下 就是这个麦 OK,现在我的麦 已经改到放这个 我这边前面 就是本来 前三个星期 前几天 我的麦是在桌子那边 桌子那边 我要讲大声一点 然后他有一点回音 也许声音没有这样好了 所以现在我把那个麦 放在这个嘴巴这边了 就在这边了 所以你看一下是不是比较好 所以你要给我知道 那个麦今天比较好 是前几天 就上个星期 昨天我已经搬过来了 昨天我好像没有调到 没有调到这样好了 今天可能会调到好一点 它的效果会好一点 所以你给我知道 到底今天好了 还是上个星期 上次好了 以前好了 以前你有看到有回音 但是还是很清楚 因为这个麦是 蛮贵的麦 所以 也是听到清楚 把他问题 是他有回音 因为那个声音 谈到很多东西 才到那个麦 这个类就不同 我一讲话 就直接去那个麦了 你给我知道了 现在好 是上次好了 ok 帮帮忙 ok 我们看看国际先 马股收在1442 有上一点 6.86 0.478% ok 还不错 给我们看看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呢 就掉了0.165% 掉了一点 香港 韩信 上了0.552% KOSPI 韩国 掉了0.853% 日本 Nikkei 上了0.668% 中国 FTSC 上了0.585% 中国 SSE 上了0.401% 中国 SXSE 上了0.468% 所以中国有小小的回弹了 中国已经跌了蛮久了 澳洲 S SMP 上了0.038% 台湾 TSE 上了0.301% 所以 亚洲 不是很强 中国有点小反弹 马来西亚有点小反弹 不是讲很强 所以 我们看这个 欧洲 欧洲 英国 FTSC 上了0.065% 德国 DEX 掉了0.034% 他的 这个欧洲 他的 Market 不会很强 因为他昨天有这个报告出来 不是很好 就采购经理指数 他采购经理指数 法国 德国 欧联 都不是很强 都不是很强 所以 他们不是很乐观 今天 OK 我们看看这个美国 美国 Dowzone 上了0.622% MYSE 上了0.534% S&P 上了0.727% Nestex 上了0.934% 美国 因为这些 这些 这几个大集团 这些全部 大公司 他们报告出来 全部大部分都高于一期 所以很不错 突然间 这个市场有一点信心 有反弹一下 OK 所以我们看看 中油3675 没有什么动力了 跌到这边 中油期货 看Blend 油87.96 也是不强 我们看原油83.54 开始滑下来了 因为现在这个因素就是这个中东可能 在以色列 暂时他也没有派兵进去 派兵进去打巴勒斯坦 然后呢 美国一直想办法咯 去找Saudi 找Katar 这些全部 希望能和平 能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 也许现在这个 恐惧可能少了一点 金 1983 1983 可能2000是一个大主力 可能他真的冲不破 可能他还掉回来一点点 1800的金 我觉得是很难了 1800的金是很难 除了什么黑天鹅事件 可能1900可能还有机会 1800就很难了 1900或者1900 1900高一点点也许还有机会 因为这个2000 创到两天的主力 回调有可能会去到1950 或者比1950更低一点也许有机会 1800我觉得是很难了 OK 赢也是22.96的掉了一点 OK 因为现在这个 风险低了啦 因为现在 美国一直想办法咯 将这个啦 这个战争 第一 不要将它扩张 第二 如果最好就不要继续打了 最好不要继续 不要打下去了 现在 你看那个伊斯列 他也暂时也没有派兵进去 暂时还在等 可能 有解决方法了 希望是有了 大家都好了 OK 我们看 美金对马币 4.75 还是高了 不过跌了一点点 OK 你看比特币 比特币还是很强 34234 然后呢 以太坊 1782 OK 所以 突破了 以太坊 就没有突破 比特币突破了 所以昨天 因素是昨天我跟你讲了 所以market 大很多投资者正在 啊 意料了 正在采这个 美国 可能这个 blackrock的sportetf啊 他的etf能通过了 就是一个 很 啊 怎么样讲了 打草的机会了 哈哈 OK 我们看看这个 看看马股 OK 今天情绪还不错 55了 上升股448 下跌股359 没有交易的是 1102 没有 没有 啊 变的是459 所以今天你看他的量 2 2.8 28个billion 所以集团也不是很积极的去玩 然后 看来外置也不是大量的进来啦 啊 也不是超级的强啦 所以你看到生潮啦 OK 所以market 虽然有反弹啊 1442 他不强啦 啊 他一直生潮啊 中上来又跌下来一轮了 早上他是这样的啊 他早上台 啊 9点多 推推推推推推 推推推到中午之后呢 就没有继续的动力再推了啦 啊 OK 都不是很强啦 你看他的量也不是很大啦 啊 OK 嗯 overlock ok啦 红星慢慢的涨了 OK 嗯 今天 今天涨的多的就是这几个啦 这几个大 这几个 SALUT啦 STU啦 AX啦 AX啦 等下我们进去看看 看有没有机会 老点咖啡钱啊 这些炒股你要很小心啊 OK 咳咳咳 我们看看这个 啊 excuse me啊 给我们看看这个板块先 消费上了0.31% 全不是%啊 工业上了0.74% 建筑上了0.53% 电讯上了0.43% 呃 呃 运输上了0.40% Utility 水电gas工艺品上了0.49% OK啦 比前两天好很多啦 OK but也不是讲超级强啦 but好很多 大部分都是轻啦 OK 大部分的板块都是轻 OK 我们看看图先啊 图看看图跟我们讲什么东西 我看看KLCI先 OK KLCI OK KLCI昨天有一个真主 反弹的真主 今天又有一个青色的啊 青色的羊主 so呢 今天是一个 确认蜡烛 so看来现在他是有动力要推达上去 ok 有动力 so记得我们讲啊 巴菲特讲了啊 别人恐惧我们贪心 别人贪心我们恐惧啊 so market现在恐惧 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贪心的机会 我们要看 不是 不是随便就是贪心啊 知道你如果你会看图 你会看机会在那里 你记得我们看图要看什么 危险 机会 情绪跟历史啊 很多东西我们看到 so如果他可以突破 ok可以突破这边 突破啊 这条啊 这个下跌趋势线啊 主要刚刚今天你看 刚刚我画的这条线 尴尬他尾巴动到那边 就给他推下来了啊 so你看这个阻力多么的准啊 ok不用紧 我们希望他能突破 这样至少有一个短期的上升期 是再突破146月 我们继续持有 可以继续上了 可以可能有一个反弹 年尾的反弹啊 年尾的bonus啊 ok有机会 因为他这边有支撑 然后这今天有一个确认了 主要有机会 没有讲100% 有机会 因为他这边还有一个阻力 就是在这边啊 就是在这个顶啊 还有一个阻力 他必须要突破这个阻力了 嗯 1446这边啊 ok 所以我们看ace market ace market ok今天有两根珍珠 要推他上去 暂时还没还没讲啊 还没算完蛋啊 如果他跌破这个头肩 跌破4923就很惨啊 然后跌破这个底 但是还没有 还有机会推上去 也许还可以了 ok 他也上了0.4%今天 啊 中盘上了0.36%今天 然后中盘啊 中盘呢 我们意料他是会有一个反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个通道啊 所以他跌到通道底了啊 有支撑在这边 很自然他会有一个小反弹啊啊 最重要他有没有突破 突破才是长期有机会啊 他这个反弹是个短期啊 他选购这样子啦 也许了啊 给我们看这个 小盘小盘啊 假突破也是有个机会 今天也上了0.35% 小盘有个假突破 ok 昨天他一突破了158 一二 他就立刻就弹回上去 所以他有 这个有机会 上上来 上回来这边 就是啊 16 16378这边啊 所以小盘也许有个小反弹啊 看上去他能不能继续撑在15812上面 如果他明天他又跌回下来就不能 所以很多东西要看美国 现在呢美国 所以很多东西他会影响到 我们的外子会不会进来 外子进来 外子进来我们就有机会 外子进来买进我们就有机会 外子拼命逃 你要炒也炒不到哪里去 插益难费来讲啊 ok我们看板块工业 ok工业他在169这边反弹 看来他还没完蛋 他还没大 他没跌破这边 可能他还有机会 还有力要去啦 还有力要上 ok 可能还会来test这个176这边 啊这边啊175这边啊还有还ok 暂时嗯 其他板块有什么看科技有个小反弹 科技就是可能美国啊这些啊啊 这些科技股全部他们的这报告是不错的话呢 也许他会有个机会反弹啊ok 有机会有个小反弹啊 现在他有可能他会来如果他冲破62 也可能有一个小反弹跟着美国了 ok 所以我们看看美国半导机只是有什么发威 啊有什么啊 啊 动力啊有什么动力 ok 刚刚是看到没有 他他也是差不多到通到底 这边可能有个小反弹啊啊 有什么行动啊 那stack也是没有什么大的行动 smp也是 因为smp你看他创到通到底的时候 是很自然他会有个小反弹啊啊 啊 so不是什么大量的大反弹啊 暂时啊ok ok我们看看这个 啊 啊我们看Facebook先 今天Facebook是蛮多人有有有啊什么啦 啊 啊 有反应啊啊 啊有反应啊 ok我们看这个 啊今天早上Mr Bean也开始看到动力啦 所以Mr Bean也很高兴啦 哈哈哈 OK Mr Bean也很高兴 我们看看还有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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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Mr Bean都可以展演了啦 啊很高兴啊 Andy ok Andy讲good John Sniper开心跳舞了 Liao Liao也是讲good John Sniper 哈哈哈哈 这个 Jolastic Park这个也在跳舞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 ok excuse me 比特币ok 比特币我画了一个 我改了一点他的图啊 ok 记得记得你看我的 我有一个 啊 视频啊特别版 专讲比特币你回去看 很久很久很久 不是很久以前啊 应该是半年前的啦 记得我跟你讲我等什么 最后一个我跟你讲我等四个条件 最后一个条件是什么 89 对吗 跟200 交叉 ok 这边我讲就是几回啦 所以我就是在这边开始收啦 啊 所以我讲20千左右我收够了 啊 所以现在我等什么啊 我就是等 ok 你看他他在他在这边开始 他就开始上升了啊 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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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去到30多千了啊 所以我们是赚了的啦 开始啊 开始赚啊 ok 能赚到少还不知道暂时开始赚 所以我记得我们我讲我的策略啊 我的战略是怎样哦 你记得吗 啊 我讲我会在这个交叉这个20多千这边 收收收啊 收一笔先 ok 然后加仓怎么样加仓啊 我讲 如果嘞 ok market不好 ok market不好 跌破这个24千这边 啊 做一个头肩啊 头肩不成功啊 你看啊 他头肩哦 没有的 这个底他没有跌破 他没有做出更底的底 他的头肩其实呢 他这边有跌破 他很快就给他抬回上去 所以说这个不还暂时还不就不成功了 算是不成功了 ok 所以我继续我再观察 哎我原来我我再画下去 我看到这个很清楚了 其实他在他在这个12 啊上一年的12月开始啊 已经开始做一个啊 开始已经做个底 开始做个通道了啊 所以我们有个通道 ok 所以现在很容易玩了 你看到通道就很容易玩了啊 ok 要买也不要在通道顶买 要通道顶买 知道咯啊 第一个原则对吗 第一个这个规则啊 如果有通道不要在通道顶买 通道顶是高点啊 ok 所以现在要怎么样去看 你记得我讲 如果他跌破 ok 跌破20多千 跌回去10多千 我会在10多千这边 再捞一笔 然后再假仓 对吗啊 如果 ok 他他没有了啊 他没有跌破这边 他突破30千 我讲我 我可能啊 我突破30千 我会拿这个 这这个啊 我的资金 来买更低的资金 可能我会放一点在这边 哦 突破30千我跟你讲 突破30千 通常是拜拜了 因为30千有这个阻力 你看很重要的阻力 ok 他是啊 这边啊 啊 等下来拿我们这个来画 好 慢慢跟大家解释 这个阻力是很重要的啊 两次冲不破 现在还冲破了 ok 冲破了 我不会现在就买 我会等他 记得我讲什么 买通到底吗 他创到这边37千 很可能他也会回调一点 所以他会可能会回调到31千 这个阻力这边啊支撑这边 反弹啊 在这边这些位置 可能在我看到反弹的讯号 ok 我可能会在这边再加咯 啊 再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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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ok 所以希望他能 这个就是 他的这个啊 啊 啊 比特币的冬天啊 啊 比特币他们有很多新的 啊 怎么样讲啊 新的这个形容词 来形容他的高点啊 日 日度啊 全部啦 以前人是讲牛市熊市这些 他们很多新的哦 啊 啊 新的这个形容词来形容啦 就是冬天都有啦 现在啊 他们叫这个叫做 Crypto这个下跌 这个叫做Crypto冬天啊 ok 现在看来冬天已经过了啦 他开始冲上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 啊 通道啊 有了通道 你就ok 就比较安全 你就很容易看 到底他的走势什么 他会不会跌破通道 有可能的啊 没有讲我100% 一个黑天的事件出来 他可能会跌 还会跌下来 ok 所以暂时我是等他 冲了上来 他再回调再反弹 ok 我再讲 这样子啦 我会这样子玩 然后呢你有通道 记得啊 有通道 他在通道里面 走行 突破通道上面 very good 很好 他在通道里面走行 安全 他踢破这个通道 你要小心 不是小心什么 啊 要小心 可能啊 小心 哎 不是小心 要开心 sorry啊 讲错了 要开心 为什么 他跌破通道 有可能你可以捞到 15000的 ok 15000的 Bitcoin 啊 so你要知道了 ok 所以我是这样子啊 跟你大家解释一次了 我的以前 以前我的概念到现在是没有变的 你要知道了啊 到现在是没有变 20千 20千 20左右 捞一轮 再突破 回来 他没有再下了 他在通道底一直反弹 我就通道底夹啊 如果他跌破通道 我也不会哭 因为哎呀 终于我有 10千 15千的比特币玩了啊 so so这样子玩了啊 but比特币不是拿来塞浪哦 那些啊 资金经理 你那些专家讲啊 你的你的portfolio的可能是5% 10% 这样子罢了啦 啊 so不要塞浪进去 因为Bitcoin呢 啊 有些政府呢 你不是 不是讲啊什么啦 有些政府他可以 他可以ban掉Bitcoin的啊 你要知道了啊 如果有一天美国ban掉Bitcoin 就完蛋 中国ban了Bitcoin了 印度好像要ban 然后很多个国家要ban啊 所以你要知道了啊 but 中国很奇怪 中国banBitcoin 香港他讲 现在他要改去做Bitcoin中心啊 所以Bitcoin又开始起回去了啊 所以中国说还 你要买 你要买你要做Bitcoin 你要去香港啦 所以香港 他们要转回他去那个金融中心 以前他就是 亚洲的金融中心啊 ok 所以现在 因为他上一上一阵子这个政策啊 中国有点政策 弄到他跌了很多外资 不敢进去啊 现在他们又要改回他 成一个金融中心啊 不是香港ban这样强吗 很多东西交易啦 你买很多东西 经过要 要 要 怎么样讲啊 要交易啊 要Foreign交易啊 很多都会经过的啊 要经过啊 就是要外汇啦 要外汇 要这个 转去其他的货币啊 很多很多时候都会经过香港啊 据我所知啦 啊 ok 啊 啊 这个simple很高兴啦 他应该有捞到啦 比特币他有买了 他有买到啦 ok 这个希望 希望这个比特币我们不是看15% 10% 5% 20% 比特币我们希望 哦 有至少 500% 来玩的啦 啊 so ok 我的策略免费的跟你讲完了啦 啊 成功不成功没有包啦 啊 ok so 暂时 暂时是赚了啦 暂时他起到30% 昨天是赚了啦 so 希望他能继续在一起啦 啊 他跌我也不怕啦 我跟你讲了啦 战略跟你讲完了啦 啊 你啊 买EG 买EG 为什么不active啊 买EG好像他的 虽然他是 他是有新的合约啦 但是好像外劳现在没有没有 政府没有给很多外劳进来嘛 对嘛 so他也没有得做这个processing 没有得做这个 啊 他们的这个 啊 叫什么了啊 啊 permit啊 也没有得做很多permit嘛 因为现在没有大量的外劳进来啦 好像是 因为那天他讲 suspended 嘛 对嘛 这个外劳的这个 暂时他的这个 啊 做这个外劳的permit ok 呃 我们看这个 今天找盘啊 找盘也蛮美一下啦 蛮美一下啦 so Jason很高兴 John Sniper John Sniper 这个叫什么 啊 啊 不要叫什么啦 啊这个是秀啦 在那边跳舞啦 ok 一点点啦 CK讲一点点罢了啦 Ryu讲快快啦 跟着上车啦 哈哈哈 哇这个Alvin Alvin这个Ironman也开始跳舞啦 很高兴啊 OK 哇David David很冲啊 冲啊 这个Andy Andy又什么来这个看 哈哈哈 Andy的Gorela也跳舞啦 OK星星也跳舞啦 OK我们进去看新闻啦 OK A-Shirt啊 A-Shirt大反弹喔 今天喔 因为这个新闻啊 因为这个新闻啊 教电脑读给你听 亚航长城股价应在客量增加而反弹 客量增加啦 十倍啊 跟上一年的第三个季度比啦 起十倍 就是八十千去到八百多千啊 这一业绩是在乘客数量同比增长十倍的基础上实现的 2023年第三季度在客量超过八十万七千人次 而去年同期为近八万零五百人次 八万七到八十万啦 超级厉害啦 OK A-X我跟你讲啦 我的战略我是不会改的啦 我的战略我讲等它跌到便宜便宜 我在追啦 这边我是不会追 你要追不想不可以 这个可能是短线可以 是你看15分钟那些啦 你玩短线的也许可以是 短线你看很容易的 我一跟你讲就看到了什么啦 头肩出来了啦 所以你玩短线的也可以啦 长期至于我来讲 我是中长期我是不会进地 它已经跌破了通道 今天我改了一点它的图啦 因为我今天看到通道了啊 今天看到通道 所以它跌破了通道 我是不会追 除非它 它可以走回去通道里面 就是它突破这个2.20 就是这个交叉啊 主力跟这条两个主力的交叉 它突破上去 可能我会晚一点点吧 对我来讲是高 我的战略我已经跟你讲了很多次 如果它继续跌 它跌到很低 OK 一月多可能它 它又又在这个重复 交上去那个重组计划 有机会的话 也许又有一个很大的巴仙 现在进去追那12% 一跌跌到 一跌跌到几十巴仙 我没有什么要 没有什么喜欢追啦 然后红色动力也没有 看在今天量 平均6个million 今天13个million 量有一点 量有一点 也许会有一个小反弹吧 这个你要追 你最好是用短期来追 不是长期来追 OK OK MIDF给三位 neutral core罢了啦 neutral core 因为它那个 它那个跟那个 槟城政府合作那个 合约取消了 在与PDC终止土地交易后 MIDF维持对双微的中立评级 我中立给它1块8毛4罢了啦 我看看三位 三位1块8毛4 ok 1块8毛4 MIDF给1块8毛4 它已经跌到在这边了啦 今天1.88 量也少了 平均9个million 9个million 今天才4点多 so 它的量也低 我觉得它也头肩 它应该是 它应该是慢慢的下来了 ok 它已经炒完了啦 对我来讲 MIDF给这个 啊 Gtronic 它也调低了 它的目标啦 啊 调低了 给一个sell core 多么的惨啊 给一个mine 的core 还过惨 啊 然后呢 啊 sell core 99千元 它给了 因为它觉得它业绩不好 9个月的业绩 它讲了 9个月的业绩 才到40多巴仙 罢了 9个月啊 9个月的业绩 的表现了 才到他们意料的40巴仙啊 所以它觉得不好 啊 Gtronic已经炒了的啦 啊 如果你要套利也是ok啦 Gtronic 我们是有 啊 啊 自动盈利策略啊 自动盈利这个 币密价值投资啊 看到的啊 ok 捞低了啊 所以现在也有几十巴仙啊 所以那天你有 你有机会 你从这边突破 这边捞上去 也有五十巴仙啊 啊 所以你在那边卖了ok的啊 ok 现在它给 MID要给八十巴仙很惨了 现在现在快四千 如果它跌回八十巴仙很惨了 啊 所以你要小心啊 小心啊 ok 这个短期也许可以 可以私下啦 可以私下套利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趋势线 它是跌破了啦 跌破了 ok 长期MIDF给这样的 这样的 啊 目标出来 我觉得啊 长期也许你也套利一点先啦 如果它真的跌回八十巴仙 再买过 再加一点 也是ok啦 啊 也是ok的 ok 啊 油跌啦 油跌就是这个啦 怕这个欧洲啦 欧洲的这个 啊 啊 需求量会跌啦 因为他们那个啊 他们的这些经济报告不达好了 ok 哇 Capital A就够利了 Capital A计划通过债务和股权筹集超过十亿美元 又要求十亿 十亿美元啊 所以他要扩张一点啦 他要去 他要讲这个 Capital A啦 扩张去外国啦 Capital A还是 等一下再拿 啊这边啊 啊 所以他是 他是 他是暂时还有钱去 然后他有 抽到这样多的钱 他是有钱去去操作 报告称 这包括一项新业务 将亚航品牌扩展到希望在发展中国家开设航空公司特许经营权的公司 哦 所以他还是有资金去操作啦 啊 数据年也是大凡的 我也是跟你讲啦 这个暂时我是不会追 哦 除非他Total DD 我才买 如果他PN17的计划 重组计划出来 有机会 啊 可以啊 啊 离 脱离这个PN17也许啦 现在他因为他在这个下跌通道 我是不会追啦 啊 他开始做一个下跌了 除非他突破这个下跌通道 我们再谈啊 他没有突破 我是不会追 啊 你看红色动力也没有鸡蛋 啊 所以今天的量16个million 去了32个million 有很多人去买啦 啊 不是我啦 啊 我不想不可以 你要玩 你玩短期操作先 也许可以 再突破再加码 也许可以啊 这样子给玩啊 我这样子长期呢 我是没有 短期不是不是不是什么 我是没有 不会在电脑那边一直去追他啦 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啦 我比较relax一点啦 如果你有时间在电脑那边一直去看 可能你可以追啦 啊 可能啊 我是不会追啦 啊 这个就是啊 这个他们的重组计划他们 啊 布尔萨改变了亚航长城的目标 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的要求啦 他们重组计划啦 OK 把这边有专家讲咯 他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啊这边啊啊 你看啊这边 专家讲啦 没有包的啊啊 你要知道啦 尽管如此 分析师预计这一要求不会对AAX造成太大问题 因为自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季度以来 该公司已成功扭转了12个季度亏损的财务状况 连续4个季度实现净利润 啊这个新闻是讲如果AX能 能啊啊能脱离边17A 应该也是可以也是有机会啦 所以也是两个一起起的啦 到时啊 OK 啊这个就是这个AX 大反弹的原因啦 啊这个谁我们不知道啦 那个啊 啊 那个 SALUT啦 SALUT暂时还不知道吧 这个呢我们知道啦 这个啊 单税啊 单税啊 Hong Leong的老板啊 要卖掉他的这个股权啊 就是他的股份啊 200个Million美金啊 值 所以我们看一看啊 SALUT啦 又开始炒了 啊 我是不会追啦 炒了啊 SALUT 31%够利 今天的量 1747到1.32Million也不是太夸张了啊 把它冲上去 如果你要追的话呢 可能等50%回调 回调来这个高点啊 这个这一点 60多C 60多C 这边 65C 啊 看下多少 啊 63C 这些附近这边 比较好啦 5665啦 回调一点 啊不是 sorry啊 回调一半 至少啦 要回调一半 回调这边 不好意思啊 客售还没有好 客售是最 很难好 有事啊 啊 啊 这边 哎呀 OK 66C 他回调来这边 啊 也许可以是啊 啊 这个很危险啊 有时炒一热油啦 你看啊 呃 啊 可能他回调后还会反弹 你在高点买你会有点危险啊 我觉得啦 啊 啊 Hashtag今天大反弹啊啊 啊 Hashtag他跟这个 14间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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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公司啊 啊 一起 一起做一个这个 这个 Money X啊 叫做什么 等一下 下来拿 Hashtag推出金融科技移动超级应用Money X与十四家金融服务提供商合作 啊 ok 所以他可以由软件来给钱啊 可能就好像在grab这样子啦 啊 他说grab这样子啦 哦 这个很出名啦 Dato Eddie on了 你们知道啦 他去 咳咳咳咳 嗯 所以看一下Hashtag搞什么今天啊 所以啊 新闻出来了啦 所以你要知道Hashtag为什么飞了这样久啦 飞到 飞到现在我看新闻出来 已经是炒完了啦 看来是炒完了啦 ok hasteg我们看一看啊 hasteg 今天横盘罢了 还没有大量突破 公司动力也没有来 暂时没有什么可以追 他新闻也出来了 也就是炒这个新闻 应该是 他就做这个了 money x 金融服务 可能就像grab这样子 grab pay 这样子啊 他跟很多个公司一起合作 ABMB CITOS Honglong Bank DETA很多了 这边 Alliance Bank Honglong Bank M&A Exim Pinology DETA 金融服务 OK 金融服务啊 OK 暂时我觉得是高了啦 OK 我们看看这个动力股 今天也有一点动力股 还不错 全部是炒到蛮顾虑的 OK 首先不要忘记 点赞 分享留言先啊 记得啦你要开户口 可以试 CJsambi Malaysia 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可以玩马股 美股 香港这边啊 啊 还有记得跟我炸炸那个like 他跟我点阅 你第一次看我视频 天天都有东西看啊 天天都有故事讲 天天都有图看 天天都有东西看 天天都有分析啊 OK 记得跟我炸炸那个like 他还有记得跟我分享啊 OK 你要开户口啊 可以试一下CJsambi 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可以管马股 新加坡美股 香港很方便啊 OK 然后开户口更方便 下面有一个连结 你按那个 视频description more CJsambi 你按那个表格 你填点资料 交上去 用手机电话交上去就可以了 不用运营出来的 我的朋友CJsambi的remiser 就会call你跟你上网开户 教你怎么上网开户口 是合法的 还有你要玩比特币那些事 下面有连结Luno 你用我的这个连结买呢 他也会有时的 通常他会给点bonus 你就给几十块这个bonus 钱你啦 so 所以你可以试试啦 so 至少你有 你也得到一点点小小的bonus OK OK 我们看动力股 合成继续上 合成真的很强 OK 合成OK 这些比较安全啦 你去追那sloot那些你要小心啊 他一起起很快 他一跌跌到很快啊 你逃也逃不掉了 意思啊 很多人就是被这些 这些啊 套了啊 OK OK 我们看合成人啊 合成人啊 合成 去哪里了合成 可以今天又上了3% 今天量两个million 平均2.8% 今天1.79% 那不是太大 啊 所以他还出力还是同一样东西 5.11 他突破 可能可以再加 可能他可以继续再去 如果呢 他没有突破这个5.41 你要小心啊 可能他创作一次 他不能过 他就要跳下来 所以你这边画一条曲子线 然后他跌破你要小心啊 3030 暂时还ok啦 OK 你套利了呢 如果他再突破5.41 你也许可以再玩过啊 再玩一点咖啡钱啦 不要大量去追了 因为高了 这边我们 我从这边进这边开始 已经有50%了啦 acourse没有AX 那你这样夸张200多 200% EG SCIB 100% EG好像有整百% 很多啦 百百百啦 你们自己看啦 你看我的视频 看了很久 你知道了哪一个有百的了 ok AHubSync 是一个 5块钱的 5块钱的股 你有 拿到50% 这边是超级厉害 因为这个不是那些 仙股啦 你要知道啦 ok 仙股很容易拿100% excuse me CGB CGB CGB有点高啦 继续如果你不要追了啦 如果你进了 你就用自动盈利来观察咯 这个我讲了很多次 啊 今天SALUT SALUT SF死人啊 今天啊 20多% SALUT 是吧 啊 SALUT 哎 没有了 SALUT 29% OK SALUT呢 他有突破 SALUT也许有机会了啊 因为他这边 他突破了这个 0.59 啊 0.59 这边有个双底 所以他 他也有很多主力 他也许有机会了 SALUT呢 最好等他回调一点 所以明天呢 应该很多人会 会套利一点 退回一点 0.59这边 如果有动力反弹 也许可以试试啊 啊 他已经超卖了 红色动力有到25% SALUT呢 你要小心下 SALUT有上 SSTU SSTU这样咯 你看啊 他从一天他就滑下来 从一天滑下来 不是太好 but but 这些没有突破 but 这些没有突破 通道 这个有 所以这个 反弹的 巴仙是比较高 上了29% 是比较 太多了 也许回调50% 回调一点点之后再进 会比较好 对我来讲 如果他明天直接上 我是不会进 如果他回调一点 下来晚点咖啡钱 可以 这个不敢 乱乱来 可能他又好像 只飞一次了 可能还会飞 最好等他回调一点先 比较买便宜一点 已经30%了 很高 DNO 今天他的量啊 呃 4个million 去到 平均4个million 去到24个million 就蛮夸张啦 所以今天有真的技巧 怕他是怎么样 怕他是一热油 怕他一热油 DNO DNO 4.5% DNO还没有 1.1个 1.12million 量 今天2 million 多一多一 多一倍了 差不多 不是太大的量 他也没有公式动力 什么都没有 暂时还看不到 他反弹的能力 PIE PIE慢下来了 暂时 啊 他冲了一下慢下来了 哦 跌回上面有个主力 3.12百 还没有 还没有跌破2.91 OK如果他跌破2.91 你要小心啊 OK 因为你要知道啊 你追动力股 现在马股是很弱了 所以他现在好像有机会了 还有有有 有啊 反弹的机会吧 你要知道这两个星期 这几个星期来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弱的 你要知道了啊 所以你要追动力股市 没有这样容易啊 OK 动力股市牛市追是最好啊 OK 反弹趋 啊就是啊 上升趋势或者牛市啊 OK 长期牛市或者反弹 CDB跌破了这个通道 我是不会去进去了啊 暂时还不会啊 OK 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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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今天也有量一点啊 阴森吧 看下他有没有突破 阴森今天2.5% 平均量是3.37 啊 今天量是3.07 不是没有 没有超过平均 今天价钱是2.46 啊 突破2.5才讲啊 突破2.5才讲 2.55啊 因为他有一个三角形啊 突破三角形 不是的话 他还是在那边挣扎啊 OK hss 还要上啊 上了很久 hss 我们也是有讲到的啊 记得哦啊 我们的这个啊 币密价值投资找到的 我也是有讲哦 今天上了6% 这个呢 他掉下来一下好像好像还要上 我们从这边开始讲啊 记得了啊 就已经上了几多巴仙 你自己去看哦 从这边突破开始算啊 90多巴仙 OK 可能还要去吧 不要追了啊 如果你是到现在追是迟了 如果你还收追的 也许突破0.95还能去 但如果他充不破0.95 看来他要做三顶回来的咯 啊 你这个已经很高了啊 Alessia 已经开始背离背离 你要小心啊 OK OK 今天讲这样多先 OK 所以你试下看下这个卖 到底是不是比较轻 我放这边比较轻 还是放桌子比较轻 你给我知道一下了啊 OK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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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